你 说好了七天的 迟到了 都超了十几个小时了 最近几天我很忙 家里和公司 都有很多事要处理 我打算在云兰 成立一个新的战略部门 用来接洽新的项目 新的部门 那你不是有两头胖 互扑的局势瞬息万变 无数说到底 就只有一个季风 不需要我花太多精力 你没想回去了 我打算回去 回去见你 因为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小人 我们分手吧 对不起 我最近才发现 感情这件事对我来说 可能没这么重要 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 谈恋爱 他感觉要是以我 但是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做 我知道 这段感情中你付出了很多 对我来说 别说了 正好 我来也是要跟你说分手的 你说得对 分手这种事 还是说得清清楚楚的不最好 我是喜欢了你很多年了 但如果早知道 这是一段聊生日无的感情 我根本就不会开始 离开你的改变 尽可能的轻描淡写 用最无所谓的语言 不过是再见 不过是再见 再见 再见 后再遇见 交别间的埋怨 重逢在顷刻的眼前 然后怎么辩解 重复在回忆里 祭奠的那些从前 来 走 好 不过是 好 来 来 我来 走 我来 我来 你 开心 我来 这三年在国外过得还好吗 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了 我喜欢你 喜欢了整整八年 不想你因为我 混到今天这个地方 还能曾经用来装理想的胶囊 用来装泡菜 你只能决定我的人生 因为我的好朋友 也变成我的女朋友 我永远都不会让她受伤的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跟我的 来 怎么样 听说现在云兰的内部 已经开始内斗了 大部分是支持小险的 说 就算是接来支持 也比饿死强 也有人宁愿跟着肖尚齐 去拓展新的业务 消解让我告诉您 说最多三个月 她一定把肖尚齐 逼得在户谱待不下去 您觉得她可信吗 她就是个软骨头 嘴上义正言辞 说是为了云兰 但其实肖真也死了 她什么都不是 这倒不知道 我留她最大的用处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来刺激她那个弟弟的 肖尚 你怎么看 肖尚齐应该没想到 他哥会这么快和他反目 我听说 何笑然也离开他了 他现在应该算得上 是一无所有 重判清理 是吗 这么惨啊 那这就是他 在婚礼上打我一拳的代价 你说他现在是恨我呢 你说他现在是恨我呢 还是更恨你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笔账 无论如何 是算不到我头上 他现在是一无所有的 我 你怎么看 我 你怎么看